各位早上好 各位 过得好吗 好像好久才见到各位 我们读一下圣经话语 十读行传四章 我们从一节开始来读一下 各位找到的话我来读一下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 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 南丁数目约到五千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 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亚拿 和该亚法 约翰亚历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教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 做这事呢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致民的官府和长老啊 倘若今日 因为在残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权欲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 得权欲 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 仿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 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 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 治好了的人 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泊 于是吩咐他们 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样 办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然 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凡住耶路撒冷的人 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 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 对人讲论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 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 刑罚他们 又肯赫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为众人 为所行的歧视 都归荣耀于神 我们读到这里 世上的话 有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传福音的话 就会有人开始反对 然后敌对 在我们心里面也是 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得救 但是呢 也会想着 哎呀 教会呢 还是不去了吧 太累了 太吃力了 不断地会有这样的心 有的人呢 他们蒙恩典 然后到了教会 然后呢 觉得很开心 但是呢 后面呢 就会可以看到 他们就不再来教会了 我看各位的话 我觉得 各位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人 为什么 因为魔鬼的话 他肯定是用尽了方法 想要阻碍各位来教会 各位肯定是经历了这些 是吧 各位有的时候 也不想来 是吧 传福音的话 确实是有很多的反对 也有敌对的 我呢 去 南美呢 传了福音 然后在一个很大的教堂 传福音 然后大部分人呢 在那里都得救了 然后这些人呢 也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也不知所措 我的话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人 但我读圣经 有一天呢 我发现我呢 有很多的罪 我只能是下地狱的 真的有地狱吗 有地狱的话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下地狱的话 我该怎么办呢 小时候呢 就有这样的担忧 那我呢 随着 年龄的增长呢 我开始呢 就更深入地读圣经 我的话 从小呢 就犯了很多的罪 到别人家的田地里面 偷东西吃啊 然后我心里面 备受谴责 但是后来 我去看圣经的时候呢 发现什么呢 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做 但耶稣呢 洗净了我的罪 使我的罪比雪更白 我都没有想过 我可能会 我的罪可以被这样的洗净 我因为罪呢 备受折磨 然后呢 一直呢 受到谴责 但后来呢 我就读圣经 一点一点地读下去 然后我发现呢 我不能错过 耶稣洗净我们罪的那一部分 有一天发现呢 我就发现耶稣基督呢 在石架上挤净了我的罪 我虽然是犯了罪 我身上呢 有很多的罪 但因为呢 耶稣基督定在了石架上 洗净了我的罪 圣经里面呢 写着 因为世人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后面呢 说什么呢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成语 我犯了很多的罪 我呢 撒了谎 我到别人家的田里面 偷吃水果 跟别人吵架 我是犯了这么多的罪 但是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呢 我呢蒙神的恩典呢 成为了一个 义人 白白地称义了 这也不是 朴玉珠牧师所说的话 也不是哪个 著名的牧师所说的 而是神所 神的话语 圣经里面呢 神说了 你是义人 你的罪呢 已经被洗净了 我呢 我呢 从小呢 就读圣经 然后呢 上教会 我呢 是在乡下长大的 然后我外婆的话 只剩下了我母亲 一个孩子 所以呢 当时我母亲呢 在家里面受到了很大的 很多的爱 然后我母亲的话 也是得以上教会 原来呢 其实我的外公的话 是不允许上教会的 但是呢 因为是唯一的一个女儿嘛 所以外公的话 也是容忍她 然后她也是 很自由的 上了这个教会 但是嫁到我父亲这里之后呢 她呢 就不敢说自己上教会了 然后呢 她就经常在家里面 做家务的时候 她去唱这样的赞美诗 看她的话 她经常的去在那里 缝缝补补的 然后呢 一边唱着赞美诗 然后后来呢 我也是因为母亲的影响呢 我就上了教会 然后当时呢 在乡下的话 也没有很多的 这样的圣经 后来呢 这个韩国这边 印刷的技术啊 这个也都发达了 然后 现在的话 这圣经也是非常的 薄 而且非常便宜了 我的话 读了很多次的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读 创世纪 出埃及纪 我这样的读下去 我想我是当时14岁 还是15岁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我在读立位记的时候 我觉得很神奇 立位记里面呢 写着洗净罪的部分 我呢 是犯了罪 我也是 撒谎 然后呢 跟朋友们一起犯罪 去别人家的田地里面 偷吃苹果呀 这样的 然后我就读圣经的时候呢 发现 耶稣基督呢 洗净了 人们的罪 然后我就想 我的罪也是被洗净了吗 因为当时呢 确实这个家里面 家庆不好 然后贫穷 然后有很多匮乏 所以我呢 也是犯了罪 然后我在长大的时候呢 因为罪呢 有很多的苦恼 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使徒情传 这样的读下去 后来发现呢 耶稣基督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样的部分呢 是在圣经里面 记载了 我呢通过圣经的 就发现 耶稣基督洗净了 人们的罪 那那我的罪 也是被洗净了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吧 我呢 读了很多次的圣经 我现在也是 在一直在读 读圣经的话 就发现 耶稣基督 是为了 世人的罪而死 那这样的话 罪就是被洗净了 那我的罪 也是被洗净了吗 然后我 我看这个 利未记的时候 发现 我的最洗净的 这样的部分呢 是有详细的记载 我呢先读一下 我在读 希伯来书之前 先读一下 这个新约吧 我们看 希伯来书 十章十节的话 有什么样的话语呢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 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胜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 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这圣经里面 所写的话语 我呢 我呢明明呢 去别的朋友家里 的这个 别人家的这个田地里面呢 去偷吃了水果 这明明就是偷盗 明明是犯罪 我是犯了这样的罪 我做了很多的坏事 我有很多罪 我本该下地狱 而圣经里面 说什么呢 说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 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胜了 这里写着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 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这个呢 是神的话语 我们传了很多次 很多 传道啊 或者是我们奉献啊 这里面没有写的是 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善事 才可以成为 成为这样的 一人 才会成为圣洁的 我们在乡下的话 别人家去 田地里需要去 加把手的时候呢 会跟邻居去 说过来 打个工吧 那就会帮忙 去 去 搭把手 那这样的话 肯定会 给他这样的工钱的 这样的话 因为是 帮别人家做事情 所以呢 会给他 这样的 工钱 有的时候呢 也会给他一些吃的 那圣经呢 说的是不一样的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好 我们做了善良的事情 或者是帮助了别人 帮助了乞丐 做了善良的事情 不是我做了什么 那洗净罪呢 不在于我 而是在于耶稣 不是说我们自己做善事 或者是做坏事 就可以决定我们下不下地狱 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积分啊 说做了很多善事的话 积分就向上 然后做了很多坏事的话 就积分向下 然后到某个程度的话 会下地狱或上天国 不是的 跟我自己做的好与坏 是完全无关的 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说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我们在部队里面 服役了三十个月左右 然后呢 当时呢 就有了金星赵事件 就是当时北朝鲜呢 要攻击韩国 然后呢 要攻击了 这样偷袭了 这个韩国的总统府 你当时呢 甚至呢 甚至退伍的人 也会重新被召回去 我的话是六月份 退了五 然后在韩国的话 那退伍的时候呢 就会有陆军本部呢 下达命令 就是退伍的命令 陆军本部呢 就会下达命令说 哪年哪月哪日 到几日为止 入伍过的人 要退 这个时候退伍 当时呢 是每周呢 会以一周为单位去退伍 当时呢 因为有金星赵事件的 所以呢 因为有这个刺客 偷袭这个韩国总统府 所以呢 当时呢 就说国家 是处于危机状态 所以甚至有退伍的军人呢 又重新返回部队的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的话 当时也是 比较难的 然后呢 当时就有很多人 一直不能够退伍 然后后来呢 是有以50天为间隔 然后呢 去决定这50天内 期间的人呢 去这样的退伍 然后我呢 恰好是待在了 最后那一天 然后 我呢 我呢就退伍了 我的话就是 没有意想到 然后呢 最后的时期的话 也是度过得很快 然后就退伍了 我看到这些的话 真的是 特别的神奇 我想这样的神 与我同在的话 无论我去哪里 哪怕是去撒哈拉沙漠的话 我也是可以存活呀 如果有这样的 神帮助我的话 然后我们部队的 军官们呢 都说我是 都说我是特别 幸运的一个 一个人 我的话就是一个 非常 幸运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在 退伍的那个时候呢 我也是在每个事情上 都是非常的幸运 我的话在得救之前呢 在别人家的 田地里面也是 偷吃 偷吃这样的 水果呀 或者是偷吃这样的 庄稼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是决定去我们家 的这个 偷吃我们家的豆子 但后来我想呢 吃我们家的 有点委屈 然后呢 我就说 旁边那个田 就是我们家的 然后呢 我以为 那个是别人家的 但是我呢 没有区分开 然后我就偷吃了 我们家的豆子 然后第二天 我父亲呢 就说 有人偷吃了 我们家的豆子 而且偷吃了很多 后来我发现 我以为是别人家的田 但是其实是我们家的 我以为是别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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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家呢 种了这样的花生 所以呢 家里面有很多花生 但是我到学校的时候呢 也经常去拿着这个花生的 我去读这个上经的话 当时呢 所以就去偷吃这个 别人家田地的时候 我以为那个是别人家的 这个花生 所以呢 我跟我朋友呢 一起去偷吃 但后来发现呢 那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花生地 我当时就是这样 犯了很多的罪 然后呢 我呢 就得救了 我呢 就小的时候呢 就经常读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呢 就发现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是 我是犯了罪 但后 我觉得呢 亏缺了神的荣耀 只能下地狱吧 但后面呢 就紧接着就写着 但是因为神 但是因为神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了 然后呢 我就读这个圣经 后来发现 哦 真的就是这样 跟我的 跟我所做的无关的 神说了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义人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 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成意 这圣经我没有 说错吧 圣经里面说 我的罪呢 被洗净了 各位圣经里面说 我的罪被洗净了 这不是我说的 而是圣经说的 这是朴鱼珠牧师 我说的呢 还是 神说的呢 这是重要的 如果是朴鱼珠牧师 我说的话 那可能是 有说错的时候 然后呢 也有撒谎的东西 那神的话语里面 会有错吗 会有错吗 神的话语如果错了的话 那是有谁会相信的 现在虽然是我在说 但是这个内容呢 不是我说的 而是神的话语 这虽然是我在说 但是我说的是神的话语 圣经话语里面的内容 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 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果看到这里的话 我们会觉得 哎呀 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要下地狱了 但是呢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呢 我们就因为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呢 因为耶稣基督呢 拯救了我们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就成为了一人 为了各位的罪呢 谁 谁做了工作呢 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离遗 好好做到我们的婚姻 云 就是要求 有一个主持人 没有一个是 我只需要 就能目搜到 和音乐 为了 我们就成为了 诺者 有一个 嫌 没 可能 有一个 能有 可 圣经里面写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看这里的话 我们只能是下地狱 但是呢 看后面的话写着什么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有白白的称义 我们上 我们下地狱呢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 我们上天国 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劳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 在指甲上钉死了 所以呢 我们就算是想要下地狱也是 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没有剩下的罪了 阿们 我们虽然是有很多的罪 我们是犯了很多罪 但因为耶稣基督呢 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呢 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 就相当于我们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各位理解吗 我们是犯了很多罪 也撒了谎 也偷了东西 但是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的罪呢 就已经被解决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罪人的 还是一人的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然后说什么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了 神说你是已经洁净了 你没有罪了 你是圣洁的了 神告诉我们这一点 如今却有很多人呢 就觉得自己不是圣洁的 那就继续说 主啊 请饶恕我吧 我以前也是一直呢 在那里祈求饶恕 但是圣经里面 写得很清楚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那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罪了 弟兄你没有罪了 多好啊 姊妹你没有罪了 我犯了罪呀 怎么办呢 耶稣已经洗净了呀 阿们 如今令人心痛的是 圣经是这样写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 牧师们呢 还是说自己是罪人 然后呢 说我们是异端 那神看的时候 我们是异端吗 不是的 我呢 其他的我做不了 但我知道 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是什么呢 我知道我的罪 是怎么被洗净的 来我们好消息宣教会的话 没有人说自己是罪人 这里有人说自己是罪人吗 没有吧 我们都是一人是吧 耶稣呢 为了洗净各位的罪呢 他代替我们背负了这罪 所以上天国呢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我们是犯了很多的罪 但是呢 蒙神的恩典 我们白白的 我们白白的呢 称义了 在我不知道这个圣经的时候呢 我说啊 主啊 我偷了东西啊 我撒了谎啊 我每天都这样地祷告 请求饶恕 但后来呢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发现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几天前我去了南美 在那里有很大的一个教会 在那里讲了话语 我就讲了这样的部分 然后那里的信徒们呢 就觉得很 非常的感动 不知所措 嗯 他们哭着说 自己是个罪人 但是我呢 说不是 耶稣是洗净了你的罪的 他问说 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吗 我就给他们讲 这个圣经里的内容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我年轻的时候呢 就背了很多圣经的章节 我觉得圣经 十分之一 我能背下来 尤其是在罪得赦免的这些部分呢 我都背下来了 我能背下来 前面呢 这里写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是前半段 那这里面有谁没有犯罪呢 都犯了罪 所有人都犯了罪 有很多人犯了罪 所以我也是就在那里祷告 说神呢 请饶恕我的罪吧 那二十三节里面写着 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看二十四节的话 就有非常 惊人的话语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这里都是人 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我在南美呢 给很多年轻人讲这样的话语 他们都觉得很惊讶 我呢 前不久也是去了肯尼亚 我们最开始宣教的时候呢 是派了宣教士去肯尼亚 当时呢 肯尼亚呢 想要宣教的话 就需要宗教的这个许可证 想要得到这个许可证的话 是非常难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许可证的话 就需要 归到那个另外的 有许可证的教会 然后呢 这样的话 这个没有许可证的教会的牧师呢 就需要去给这个有许可证的教会的牧师 去做报告 说这个来了多少个信徒啊 然后信徒们奉献了多少啊 等等 当时有吉通嘎的这个牧师 我们是属于这个牧师的这个教派 然后借用了他们的许可证 然后我们呢 就借用他们的这个许可证 然后在那里进行宣教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吉通嘎牧师的话 他想见我 所以呢 我们就见了面 然后我就想 这个人肯定会管我要钱的 那我想我要给他多少钱呢 当时除了机票以外呢 我我手上呢 有这个800美元左右 我心里想 是要给他这个800美元呢 还是不给呢 如果他我不给他钱 他注销了我们的宗教许可的话 那我们宗教室只能是被撵出去 所以我呢 就祷告 然后呢 就去见了这个吉通嘎牧师 他呢 说 他说 他说这我们宗教会的宗教室的话是最了不起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们呢 就会要重新呢 去见礼拜堂 所以要需要几万刀 然后呢 他希望我们来帮助 然后呢 又说他们 过了几个月的话 又有一个大型的聚会 他希望我来 去帮帮忙 但我那个时候呢 已经下定决心不给他钱了 所以我就对他说 我说我呢 曾经去 中国江家店 办过宣传会 当时呢 就有公安来抓我 因为不能在那里 做这样的宣传会 当时呢 因为 这个公安觉得 这个韩国人很好辨别嘛 然后呢 就说 等他出来的时候 再抓他吧 然后呢 但是我们那个 有一个弟兄呢 就说 就跟我说 想要让我去 旁边的一个村里面 再传话语 然后呢 就拉了一个大卡车 来 拉着我过去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 我们坐着大卡车 而且方向是从这个村庄 另外一个村庄过来 所以呢 这个公安呢 也是放过了我 所以呢 在我做事情的时候 神也是帮助我 所以我呢 就对这个 那位 基通干牧师呢 就说 我说 我从来没有向着人 去祈求过 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呢 基通干牧师呢 就说 你果然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牧师啊 然后呢 他就 撵走了我们的那个寻教室 然后后来呢 也是真的是我们这个 神教室被撵出去了 但是呢 后来呢 就有 有人 却过来帮助我们 然后呢 就有人给了我们这样的宗教许可 我们拿到了宗教许可之后呢 我们的宗教室呢 就重新呢 就回到了 肯尼亚 然后后来呢 基通干牧师的话 他也是跟我道了歉 然后他说 我们一起做事情吧 现在的话 一起在做的事情 他那边呢 也是一个很大教派的一个牧师 但他现在的话 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 然后跟我们一起 这样的传福音 无论去世界哪个国家呢 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最近的话 我去哪个国家的话 一般他们都会让我上讲台去讲这个话语 这次我去南美也是给他们讲了最得赦免的这样的部分 我们也是把这个当时的那个 这个传话语的部分呢 也是录了下来 大家后续的有机会的 我可以看一看 我真是一个原本只能是下地狱的 偷吃别人家水果呀 然后犯了很多罪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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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洗我 只洗我跟我要好的人的罪 但真的不是我在洗醉 而是耶稣在洗醉 所以各位呢 不要相信朴玉珠牧师 而是要相信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完美的洗准了耶稣基督完美的洗净了罪 耶稣基督呢 为了洗准了耶稣基督完美的帮助 性格不太好 所以我的朋友们当中呢 也有很多人呢 就是 觉得我的性格不好 我的朋友当中有叫陈中南的 他的话 人长得高大 而且挺帅气的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性格特别的好 有一次呢 有一个朋友借了我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把 但是把这个弄坏了 然后这个朋友呢 对我说 玉珠 真不好意思 但我呢就发火 我说你说不好意思就结束了吗 你把这些都弄坏了 你道个歉就完了吗 但这个陈中南过来呢 对我说 玉珠咱不都是朋友吗 你 你这样做什么呢 我把我的给你吧 然后呢我就觉得很羞愧 然后我去 然后后来我去这个故乡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朋友们说 他结婚了 他要跟 他跟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人结婚 我说中南不也是挺帅的吗 我经常想 如果中南来这里的话 大家看着肯定会更高兴 然后更 更好看 我听到他这个结婚之后呢 我就说他 他 他也挺帅的 所以跟美女结婚也是应该的嘛 然后后来过了几年 我朋友说 你听到中南的消息了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 他们说中南自杀了 我都不敢相信 中南自杀了 好像是漂亮的女人呢 都是比较挑剔嘛 像我老婆的话 也是比较挑剔 可能是因为他漂亮吧 我不知道我这话该当不该当 不该说 是不是我 我老婆会不会欺负我呀 今天晚上 他今天 我看他也在笑 回去之后 应该不会怎么说我 就是稍微有点挑剔嘛 我在主里面生活的时候 原本因为我犯的罪呢 我是应该是 接受这永远的 灭亡的 我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担心过 因为耶稣基督呢 他洗净了我的罪 耶稣基督不会撒谎的 我想主啊 为什么爱我这样的人呢 我的性格不好 所以呢 经常也是这样的 发火 这中南的话 他就一直都是 很好的老师人 然后他就他就说啊 你跟朋友为什么吵架呢 把我的给你吧 这样的 我的话蒙了 我原本 不该蒙的 这样的一个 福分 耶稣基督呢 洗净了我的罪 所以我想想的话 也是非常的 感谢 我今天的话 礼拜结束之后呢 要去福山 然后呢 去福山 要做几天的聚会 又要在这个没怎么见过的人面前 这样的 去传话语 像江南教会的话 基本上该听的 大家都听到了吗 而且偶尔见一见的话会更好吧 耶稣为什么 洗净了我的罪呢 耶稣基督呢 耶稣基督呢 在十字架上 留下了保血 洗净了我的罪 现在过了两千年 我们去看的话 现在也是神 洗净了我的 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 这洗净罪的 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惊人的事情 但是呢 耶稣也是没有我们一分钱 就白白的洗净了我们的罪 我呢 得救之后呢 后来呢 上了 上了这个神学院 然后呢 就过上了这样的传福音的日子 然后现在的话 也是过了很多的岁月 现在我都 八十岁了 那神呢 神为什么拯救了我呢 有很多比我 更善良的人 更正直的人 更了不起的人 那我非常感谢 拯救我的 这样的神 我的话 有很多的不足 我们弟兄姊妹们的话 也是没有跟我说过 这样的 我的不足嘛 至少没有在当面说嘛 我们在世界各地呢 还有给很多人呢 去传福音的 特别的幸福 然后今天的话 我也是吃完午饭的话 会去釜山 然后呢 还让我去带着这个 翻译去 说那边外国人挺多的 会带着我们 英文非常好的传道士过去 神爱了我们 然后在两千年前派了耶稣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呢 担当了我们人类的 所有的罪 那各位在座的各位呢 耶稣呢 把各位的罪呢 都是完美的洗净了 一点的瑕疵 都没有给各位留下 让各位呢 可以完美的上天国 希望各位呢 希望各位呢 能够在神面前 有感谢的心 而且神也是希望 各位能够 向周围 周边的人 去传播这样的话语 希望各位呢 给周边的人 也是传福音 让更多的人去 这样听话语 我的话也是 到国外去传福音 然后我坐飞机 也是非常的适应 我都不理解 有的人为什么 坐飞机会晕 晕飞机啊 只要上飞机 睡觉不就行了吗 坐飞机的话 到点的话 也会给饭吃 然后也会给咖啡 我觉得没有什么 不方便的 我觉得我是挺适合 坐飞机的 我也是讲了很多的话语 所以呢 只要张嘴的话语 就会 就有话语 可以讲 我一辈子呢 都是讲了话语 讲了圣经嘛 各位也是通过 耶稣基督的保选呢 是得救了 各位不需要感谢我 而是要感谢耶稣 希望各位呢 过上 使耶稣基督 使耶稣基督觉得 感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 我们先做一下通知